深港通的启动并且取消总额度 会形成一个超过70万亿人民币市值的港生户共同市场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港生户三个交易所都是全球的top 10 但是一个一个单独的来看 从全球领先的交易所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们如果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把它们连接起来之后 这三个交易平台共同形成的这个市场的市值和流通量 在世界上基本上数一数二 说的保守一点直逼流交所 所以这个平台就使得香港市场获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 它本身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活跃的一个投资目的地市场 我们把它叫比如说destination market 就是我们在香港的这1900家上市公司 全球的投资者可以来投资 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正在赢得的一个新的功能和优势就是 我们是越来越在成为一个活跃的gate market 那么就是国内的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进行海外的配置 它会通过港生户这样一个平台 国际的投资者想投资内地市场 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港生户的共同的平台 而且这个平台还可以拓展 我们可以从股票延伸到债券 从cash现货延伸到延伸品 从股票到债券到商品 所以这样就使得这个gate market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对全球的优秀的上市公司和资产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可能原来仅仅以香港作为谈判的优势去吸引全球的投资者 全球的优秀的上市公司未必有足够的吸引力 但是我们可以跟全球各个行业的优秀的上市公司说 你在香港来上市 你有可能面对的不仅是香港的投资者 而是通过港生户这个共同平台 能够面对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一个投资者市场 所以这样也极大地增强了香港作为一个全球金融市场 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之间做联系门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香港市场将不仅仅是一个活跃的投资目的地市场 它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以及相应的拓展 也正在成为一个活跃的门户市场 一个gate market 这是我想要给大家讨论的一点个人看法 感谢观看